聯合國比書長剛剛過了週末 接受了美聯社的訪問 在訪問之中他強調 中美兩國如果進入新冷戰 世界就會非常不行了 要盡所有不論價格不論成本 都要防止中美兩國會進入新冷戰 在上一屆美國總統特朗普 美國優先之下推了很多群 包括世衛組織 包括巴黎氣候協議 這次他認為最大的功勞 現在新總統拜登組 就是重返巴黎協議之下 而我們已經知道現在在世界上 在氣候方面其實現在非常危險 所餘的時間已經可以說是零了 除非各國真的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將碳排放降低或者是碳中和 否則的話人類的前景就非常堪如 另外就是在我們看到 目前世界上面對的問題 他認為有三大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目前還未解決的新冠肺炎 第二就是巴黎 即全球氣候的問題 第三就是阿富汗問題 我們看看這三個問題 可以說完全是出自西方國家的地方 他說他屬於葡萄牙人 在他們國家接種率已經達到80% 不過非洲那邊只有2% 所以如果任由病毒在非洲那邊 繼續傳播繼續變異的話 隨時就可以出現一些 傳染度更高 殺傷力更大的病毒出來 這個世界上沒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 如果世界其他國家 可以像中國這樣 用一個嚴格執行的方法 將病毒阻止 今天的世界已經沒有在病毒存在 但很可惜西方國家他們做不到 他們所謂民主自由的社會體制之下 完全做不到 造成今天在世界上 這個病毒繼續瘋狂地流傳 第二個問題關於氣候問題 我們知道氣候上升 因為人類排放太多溫室氣體 在大氣裡面 那關於氣候排放就有 工業革命開始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所謂發財國家 首先就是開始向空氣排放 二氧化碳 累積到今天 二氧化碳的含量那麼高 今天今時今日 要求那些發展中國家減碳 而他們自己不願意出任何成本 或者協助發展中國家減碳的話 這個是於理不合 中國的減碳路線現在很清楚了 準備在2030年達到碳高峰 2060年之前達到碳中和 這個已經是中國最大能力成可做到的事 西方說是要減碳 要減碳幾十年 很可惜,現在美國氣候協議的草案 將會由一個對同化石燃料有非常大關係的官員去草議 哎呀,這次慘,搞得好才出奇 至於第三個問題,阿富汗問題 很明顯,阿富汗問題不是中國問題 這問題完全是美國單方面做出來的 當日的阿富汗,在2001年時 執政的塔利班,當時已經將鴉片減到最少 而在美軍佔領期間,阿富汗的生產多了很多倍 所以,這個毒品問題是其中一樣 當然,在塔利班的統治之下,對於婦女的人權問題 但如果我們現在要強力要求塔利班改變策略 就應該非常難 希望塔利班可以採取一個溫和的態度 慢慢慢慢恢復對婦女妹的一些溫和的政策 其實塔利班可以看看中國在新疆所做的事 從那裡吸取經驗 一樣樣的問題 中國是樂意合作 問題就是在美國那邊 剛剛的美國、英國和澳洲達成核潛艇的售賣協議 也引致亞洲這邊很多國家非常感覺不安 在亞洲這邊多了一個核潛艇國家 對很多我們亞洲的國家來說 例如印尼、馬來西亞 這是一個增大了威脅 這個愚蠢的行為 將我們澳洲捆綁在美國政策上 可以說我們的總理是出賣了澳洲人民 不過沒有辦法 現在是他執政 單方面他可以獨裁 到他再選舉的時候 人民又可能忘記了 所以這就是所謂多黨選舉輪流執政的閉處 沒有辦法 這個危機 現在很明顯法國非常之不滿 到底法國這個不滿會有什麼以後長期的影響 我們現在還未看到 一個可能性就是法國會和歐盟更近一些中國這邊 因為歐洲國家應該看到 美國不是一個可靠的夥伴 一個不可靠的夥伴 保護你 不用妄想 所以最佳辦法是自己保護自己 亦都很希望不會因為這樣 而造成另一個軍備競賽 中國就沒有心跟你做軍備競賽 不過照顧好自己 保護自己人民是必須的事 因為中國現在用在軍費上佔國民生產總值1.2% 比起美國要求的盟友達到2.0%差很遠 所以問題亦都不在中國那裡 因為問題不在中國那裡 問題在美國那裡 除了這些問題外 還有一個當然最重要就是 軍事和科技的限制 亦都不是中國限制美國那邊 而是美國限制中國 全球供應鏈的碎片 打散了 因為那個罪魁禍首在美國那裡 不在中國那裡 所以解零環是令人 美國自己的扭檔怎麼做 至於中國可不可以從美國禁運競賽 而走出來的話 我認為一定可以 假以時日三至五年左右 中國在晶片生產方面 就會自己可以完全自主 到時大規模受損就是美國的公司 這些就是美國政客短時的後果 很希望在未來聯合國的大會裏 有辦法可以改善一些關係 不過我絕對不看好 這個可能性真是太低